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問題 叫做問別以託 問別以託就是說 每一個人跟我們八位的發音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問題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一些我們台語漢語的發音 到底要怎麼發音的不知道 我們人是先有語言 不然才有問語 所以母語就是八位音 我們考義上的八位音 問二發明了 這就是問特音 問特音就是我們講的特色音 特色音 這個特色音呢 就是特主的標準發音 特主的標準發音是在古早 譬如說酥酥五斤 都要用特色音來發音 第二的就是我們說音詩作對 都要用特色音 這是我們標準的發音 但是我們在 回到家 在家後 回到家後 參加我們的北部講的話 叫做八位音 這就是我們的語音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論語 維政篇裡面 我們那個孔子的論語 維政篇 他說 子曰 吾時有吾而至於學 三時而立 但是這個在古早 要怎麼念呢 我念一遍 讓大家聽 他說 這就是我們古早人在念的發音 這個叫做特色音 這個裡面 其實你要看 五十有五 這是十 我們議音念著十 十五歲 結果 五十人說十五歲 十五 這個發音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特色音跟武器的不一樣 但是 很多人在說 為什麼要有特色音 為什麼要有八位音 因為八位音很早就有了 但是文理法明後 為了要參這個武器 優秀苦別 所以他又創一個叫做特色音 為什麼要這樣 是因為古早人都說八位音 沒什麼追準 為什麼沒什麼追準 他說真粗俗 要有一個比較好的聲音 所以才有這個特色音出現 好 這個文、八、義徒 就是說文音跟八位音 他的特色音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到底就有一個不一樣的 我會怕來做一個改稅 比如說 我們說 台北池 台北 這附近有一個三頂埔 這附近有一個最有趣的一附近 三重埔的重 其實這附近有兩個意思 這附近有兩個意思 這附近有三重的重有兩個意思 所以特音就有兩個 比如說第一是三中七 三中七 第二的是中邀 三中七跟中邀 他們兩個的發音不一樣 第一個是第五音 第二個是第七音 三中七 三中七 中邀 所以他的發音是不一樣的 好 我們再來看 因為有兩個特音 就有兩個白位音 因為意思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二音也有兩個 所以我們說三頂埔 這附近有一個頂 頂頂頭頭的頂 三頂埔 但是 當作重量的意思 比如說叫做體重 所以你想喔 很多人說台語很複雜 一個三重埔的重 台語 特色音兩音 八位音兩音 二乘二的細音 所以台語有複雜嗎 說起來很複雜 但是我說得很簡單 為什麼 意思不一樣 發音就不一樣 這個特色音 在康熙字典裡面 找到他的發音 但是八位音 在康熙字典是找不到的 他找不到他的發音 所以找不到發音的 那個叫做八位音 所以我們這個重 我們再來看一遍 它的文讀音 三重式叫做三頂埔 八位音叫做三頂埔 那個頂變成頂 動作重要 它是當中的意思 它叫做重要 但是 但是 當作八位音 那個重要的重 它變成體重的重 所以它就是四個音 這個床就是四個音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說文頭和八位音 文讀和白讀 運輸有記載 叫做讀書音 這是文讀 如果沒有記載的 那個叫做白讀音 沒有記載 叫做八位音 所以鐵重的重 你去康熙字典怎麼翻 你就找不到重的音 這個叫八位音 好 我們來看這個床 床在廣運裡面 它是植、熔、鐵、熔 所以它是重 三重式的重 它是重負的意思 重就是負 重就是疊的意思 所以你看它重有負的意思 有疊的意思 所以剛才有在說文兩個音 就是這樣 這個重 重做是重量的重 意思的威 什麼叫重 梭文傑字 這個重就是厚野 厚就是重的意思 厚重厚重 所以它有助用缺 唐韻是助用缺 它叫中 中 它是第七音 中 所以我們這個 台主已經有說過 這個 三重、母、鐵、檔 這兩個民間的發音 在這個文章裡面都不介紹 不介紹的 這叫做八位音 但是你可以發現一個很趣的地方 八位音有兩音 特色音有兩音 結果就是四個音 有四個音 再來 所以人家說 特色音跟八位音 台語很複雜 但是台語說真的不複雜 我們每天在說 說得很複雜 但是 你如果真的要來殺你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它會複雜 因為你要看到 欸 這台這裡是三中七 也是中 那這裡是三中七 也是鐵檔 你只要看不一樣的地方 發音 這裡也不一樣 這在我們英語叫做 這個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 地名 冠峰的地名 照你說應該要託 託音 因為這是冠峰的 比如說冰東 冰東 冰東 是託託音 但是 台東 他念作 台東 他後面的東 是念作 八位音 欸 你會說 老四 不是地名都要託託託音嗎 是啊 地名要託託音 但是 台東 你要念作 台東 不好聽 這叫做語言的優選原則 就跟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 我們一定會挑一個最好的聲音 所以我們說冰東 台東 就是這樣來 所以文白意味 音就不一樣了 比較好聽的 那就是我們台語要強調的 聲音要好聽 所以語言的優選原則就是說 好聽的聲音 他會流下來 冰東 台東 他們兩個組合 他會聽音最好聽 那八位音呢 我們來看 八位音比特色音還好 你看 我們人一定先有議員 才有文理嘛 所以有議員就是八位音的出現 所以母議就是八位音 歷史比這個文理出現還好 所以我們的母議比特色音還好 所以八位音比特色音還好 所以 有人說 你這個 有什麼證明 我說有啊 你去看民調的政治通 政治通這本書 他說 以語稱老者為八八 我們都叫爸爸嘛 叫爸爸 所以政治通通 他寫著八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 或者稱為八哥那裡八 八哥那裡八 八八 但是 要有二之後 我們就去創作一二 就是一二 這一個八 反正加一個父親的父 父親的父 會在八 變成八八 變成八八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那個八的文讀跟白話音就不一樣 你看吉韻 這個八 爸爸的八 他是必價切音 他的音是八 但是 無人夫婦為約八 他念這個八 但是我們台語是念這個八 爸爸的八 一個音比較重 一個音比較輕 特色音的音比較重 我們的母語音比較輕 八位音 其實八位音以前也有這個法音的標準 但是這個文憲已經沒了 為什麼沒了 因為中緣 古早中緣建亂 所以民間的音 這個運輸不是沒有記載 不是說他是不對的 只是年代九萬 文憲 現在已經沒了 已經異失去了 所以 找不到 要怎麼證明 既然八位音的運輸已經沒了 要怎麼證明八位音的標準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要怎麼證明 這個八位音 要怎麼中心得建立 要怎麼中建 其實透過 語言的逆向工程的方法 八位音可以完全把它找回來 這個方法 我有這個方法 這個後面我會做介紹 這個後面我會做介紹 這個八位音要還原的方法 可以透過台語發音的特性 到底還原這個八位音 他要怎麼證 這個我後一集會來介紹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 這個文音跟八位音 他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誰會有什麼好感的 誰會不會想要 我們更有個罪 每一個 tweet 也會看到 那個男們肉 再闖一天 變成一個詩Fine 在这小传 云内希望 隆尖在这 擦擦的生命 白分来作伴 回来 回来 回来双双命 爱照的叫声 真是透的一火烦 声声 真是阮心伴 毕丽 哭无伤 台边有的顶头 阮的生命 永远坚定 永远在这 坐是阮的 美丽孤家 美丽 风无伤 玉山冠冠聚在这 海游是陪 兄里看 云的美望 都在这 美丽 风无伤 玉山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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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游是陪 风无伤 玉山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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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海游是陪 山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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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海游是陪 山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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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ither Harp 爱照的酒香 青青藤的呼唤 沙香 尽你贵心肝 有的我门啊 海边有的丁肠 君的心 永远坚定 兄弟借 你是君的 美的国家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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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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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 scratching your hea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